近日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一项大型调查结果显示 累积社会事件与疫情大爆发 互相带动令香港社会创伤和抑郁症风险显著被增 该项研究自今年2月起 对11493名参与者进行分析 数据显示有41%参与者呈高度创伤后压力症状 74%参与者呈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状 第一个就是一些直接创伤性的经历 第二个范围就是一些对于疫情的影响和担忧的情况 第三个就是个人的一些生活上面的压力的事件 很重要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的人 他是两样的病征都有 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一次性的单一压力事件 持续反复及多元的事件对精神健康有更复杂的影响 过去一年香港所经历的修理风波 在累积症状水平两表中所占升幅最高 去年去到年尾那段时间就会可能是真的有一些冲突 另外我也发觉就算不是亲身在那些的延长 就是透过网络透过传媒看到一些暴力的场面 也都会增加创伤后压力的症状的机会 数据显示25岁以下年轻人经历创伤性事件 出现创伤后压力和抑郁症状明显比25岁或以上的人高 陈尤凯表示香港年轻人精神健康 期待关注 陈尤凯注意到特区政府精神健康资讯委员会 近期针对年轻人发布了一些鼓励正面精神健康的信息 他认为方向正确并认为关爱是关键 政府是要在处理整个事情 特别是年轻人那里是要表达到一种关爱 以及理解年轻人的处境 这里其实政府是要花一些心机去了解多些年轻人的关注 他们有哪些期望和期望上的落差 而去针对那些东西是多一些沟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作词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以后 杨茜茜茜茜 作词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观看